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回事 郎主 如今我是烟石商对着人 烟石失会上 崔石对烟石之人大打出手 如何处理 为何对我的人如此无礼啊 一个小小的贱奴便敢骑在客人头上 这便是你们烟石的代客之道 他不过是我烟石商对的一个历人 十九娘为何如此动怒 原来如此 怨不得一个小小的猪奴 就敢把我催事猪肠搅得天翻地覆 原来是有人理应爱合 我实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烟狼先是以异乡炸 我们已经骗局了我催事出场 价值连城的珍珠 而后想毁灭证据 便让这小贱奴一把火烧了珍珠楼 随后轻巧地将人收进雨伤队 烟狼真是好劲 珍珠楼不是我放的火 是不是你烧的 我心中自然 徐特使到 见过徐特使 徐特使 此人名叫端午 便是他烧了我催事猪肠 不仅杀人放火还畏罪潜逃 请徐特使拿下 省问就能清楚 火烧猪肠 是 这杀人放火可是重罪 如若属实 绝不得马虎 来人啊 将此人带下去 我来亲自过问 带下去 慢着 师兄 今日不是珍珠诗会吗 别弄得像沈爱一样 可是有人当着我的面 指振此人杀人放火 如若我不闻不问 岂不是藐视朝廷 循私枉法吗 那你还有亲自过问啊 师弟放心 如若其间 却有冤情 我顶当替他作主 您贵为私贞特使 同着这么多人的面 问崔氏珠厂的案子 难保有那些不明就里的人 说您越权 我看呀 还是交给和谱官府吧 徐特使 您贵为私贞特使 掌管四方珠宝进贡之事 崔氏珠厂正在您的管辖范围内 还请徐特使做主 崔氏珍宝在管辖之内 这人可不在啊 敢问阁下此言之 师弟所言即是 偶德贤侠 还是附庸风雅的比较好 那今日的事情就交给 和谱当地的官府去处理吧 徐特使 此事 十九郎 朝廷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莫要为了一个小小周怒 坏了此家大事 是 徐特使 这珍珠师会马上开始了 请 师弟 请 师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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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看你不顺眼吗 那我就非要挨着他对你 跟我去珍珠师会 刚才没事吧 没事 阿子你没事吧 你先回去 哦